大家好 晚安界的全球現場持續帶你來聚焦的是美國之前的整場話題 就是美國總統拜登在上週的辯論會表現翻車了 讓很多的民主黨人士現在認為說是不是有換敗 振錢換降的可能性跟必要性呢 因為很多民主黨都認為說他的辯論兼職就是災難一場 語意不清又結巴 暴露了他年齡蠻大的這樣的一個缺點 好 當然現在討論的是換敗 而根據白宮的發言人就表示說 拜登他是不會退選的 他會持續前進來展開競選的活動 CN更是指出拜登在最近有一場內幕的幕僚會議當中 就表示會繼續選下去 而且他認為他自己現在的首要之物 就是要趕快說服公眾自己 還是可以升任總統的繁忙任務的 而這幾天的白宮的疫情記者會上頭發言人上皮 當然一直就都被問到是拜登他的身心健康狀況了 在昨天甚至有記者很大膽直接問說 這個總統先生是不是有罹患失智症呢 那今天更有記者問得更細說 如果說白宮一直說拜登的健康狀況是好的的話 那你能不能夠佐證說 那總統到底上午跟下午他的活動是什麼 或者說他有安排午睡這樣子的行程嗎 另外呢也有人質疑說 白宮是不是都沒有公布說 這個拜登他的年度健康檢查的這些報告 是完整的嗎 是不是其中有一些隱藏 但是對於種種的問題 對於拜登健康的問題 上皮也都是強調拜登的狀況是很好的 而且最近這一次的見檢是在今年的2月份 在過去3年白宮都是以公開透明的方式 公布總統先生的見檢的結果的 而拜登陣營現在要努力的方向 是要增加和選民的互動性 希望可以在媒體上頭呈現更好的樣子 以洗刷他這個辯論會上 讓大家覺得說他的健康 還有他的應對是有問題的這種負面形象 所以現在白宮就宣布在美東時間5號的時候 會接受美國廣播新聞 也就是ABC新聞的一個訪問 同時間現在呢 這個白宮他們也強調說 這個訪問是不會有讓他 就是先rehearsal過的 也不會先給他問題 完全都是這個即時的訪問 所以即時的問答 所以白宮強調說 這一次的訪問可以讓大家來觀察一下 總統先生他會推出他的政見 或者是說他對於他辯論會上頭 沒有說清楚的地方 也都會再進一步的闡述 而白宮現在也說 未來拜登會安排更多的行程 來跟選民直接的互動 來跟媒體互動 但現在 好 民主黨陣營針對說 拜登在這個辯論翻車之後呢 當然有一些換敗的聲浪 而現在很多美國的媒體 更是毫不留情就直指說 根本就是在找藉口找戰犯 因為呢 這個美聯社就整理出了四大藉口 來辯駁說拜登他表現失常的部分 這就是民主黨 他們現在認為說 其實拜登失常不是他的問題 而是周遭有一些人 讓拜登在辯論會上沒有做出最好的自己 沒有呈現出最好的形象 第一個就是關於他重感冒的狀況 好 這個是拜登家族先前就說了 這個拜登呢 他在辯論會前夕 其實他的身體健康狀況是不太好 因為他剛剛得了感冒 但是也被抓出 有問題啊 因為呢 他在辯論會的前幾天 他還有公開行程 當時看得出他的狀況是沒有這麼糟糕的 那為什麼在幾天之後在辯論的時候 卻沒有辦法完全的發揮他的實力呢 另外一個也是拜登家族提出來的 就說呢 這個拜登實在是太認真在準備了 幕僚可能問題很大 因為幕僚一下子給他太多的資訊量了 所以讓拜登沒有辦法 在短短的時間之內消耗出 這一些他必須要在辯論會上面 這個吸收的一些資訊 所以呢 資訊量太大 所以導致他沒有辦法 好 在辯論會上 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還有就是感覺不好 那感覺不好 其實就跟重感冒是有點類似的 可能是他當天的狀況就不太好了 另外還有一個是美聯社 現在抓出來這個是拜登陣營 他們的一個藉口 就說呢 好 旅行有一些時差 因為他們說 拜登在6月中旬的時候 是到歐洲去 當時是去意大利 參加G7集團的峰會 行程真的滿檔 可是呢 這個辯論會是美東時間27號 這中間其實隔了7天 那你這7天 旅行的時差都沒有辦法調回來嗎 那是不是也是坐實了 拜登他的健康狀況 真的是不如年輕人了 因為他需要更久的時間 來調整他的時差 那如果萬一他連任之後 這年齡歲數更高 他出訪的這個頻率也會更多 那他有辦法升任這樣子的工作嗎 當然現在民主黨裡頭 就有所謂的換敗聲浪了 那要換要換誰呢 主要就是這兩位女性都是被納入考慮的 第一個就是現在的副總統賀錦麗 因為現在分析就指出說 如果說真的是換賀錦麗的話 他之後就可以接管拜登的競選團隊的資金啊 同樣的金主也不太可能會 就是在這個選籤立刻把這個資金給抽走 所以換他感覺是比較安全 而且目前他的民調是有往上提升的 另外一個就是形象也蠻好的前第一夫人 密雪爾歐巴馬 好路透社現在有個最新的民調分析說 密雪爾歐巴馬如果是他對上川普的話 他是有50%的支持率 那比川普的39%是還要高的 可問題是現在出在事 密雪爾歐巴馬他其實多次私下或公開表示 他不會想要介入選戰 沒有想要出來選的意思 所以如果真的要換還不知道要換誰 好現在拜登在大選辯論慘敗之後 這兩天當然很多的聲浪就是說 是不是要開始來換另外一個人來選 但現在民主黨最大的問題是要換 也找不到人來換 那他的陣營則是不斷的強調說 呼籲選民不要只看一個晚上的表現 是要看過去三年半的政績 而現在根據美國CN還有紐約時報 一個最新的民調 川普領先拜登的幅度已經拉開到誤差範圍之外 甚至來到了五個百分點 A new CNN poll of polls a combination of the four most recent national polls that meet CNN standards finds President Biden beating President Trump beating President Biden by five points It is the first poll of polls this year showing the candidates separated by more than three points The New York Times has a new poll out today that shows Biden losing to Trump 49 to 43 Now that's a three point swing towards Trump since the last poll that came out last week 而拜登在這個辯論會之後 他也公開發聲了 他也是強調說要大家看看 他過去三年半的表現 而不僅僅是一個晚上的辯論會 同時間他也批評對手川普的政策 是要貶低非裔組群 大家出現一個慘暢 但實在於是 你看 其實真的 我完全失敗了 我這是我錯誤 那是我們才90分鐘 你看看我已經完成了3.5年 你全知道他在做什麼 很可憐 他在說香港的工作 就是香港人的工作 唯一能做法 只是把人權努力 學生做法 所以他是在做什麼 是他看起來 拜登為了要救自己的選情 也致電給民主黨國會的高層 並且預定和民主黨籍的各州州長 來會面 希望可以穩定軍心 好 另外來看到的是 英國的這個國會下議院的改選 在今天舉行 首相蘇納克 現在應該可能是毫無懸念 被選民給下架 民調現在顯示在野黨工黨 渴望勝選 而且已經連續執政十四年的保守黨 恐怕會面臨全面潰敗 得票率恐怕是落後工黨 大約20個百分點 但蘇納克在選前喊話 他說他會為了每一票而戰 蘇納克在選前職業 向選民們信心喊話 他說不會向工黨投降 不過外媒現在表示 本屆改選之後 保守黨可能僅僅只有 獲得兩成的選票 一席從五年前的365席 大概是會減少64席 恐怕就連最大在野黨的位置也保不住 英國專家甚至言喻說 在同一個地方遇到兩次累積的可能性 比蘇納克繼續擔任首相的機率都還要大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Food feel good